董事老師我想要問一下 你重新再看一次 在2021年 我們進口各國藍門酒的金額 其實我們沒有把立陶宛列上去 因為立陶宛在蠻下面的 原本在2021年的時候 我們進口的你看到 其實在裡頭有兩個 我們的友邦 當時還是友邦 跟現在已經斷交的友邦 我們跟尼加拉瓜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總共3277 這是千元的為單位 總量是這樣子 再加上瓜地馬拉 目前都還是我們的邦交國 這兩者加起來的量 居然比不上在今年2022 我們跟立陶宛一次要叫的量 等於說我們立陶宛關係 已經好到超越邦交國的總和了 我先講一下 我的經驗 其實大家家裡都多少有一點酒 然後有朋友來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家目前是 應該是沒有藍門酒 楊明剛才問我喝過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黑人朋友會找我喝 喝起來大概就有點 比泰白酒或者是米酒更 那個百分比更高 但是又沒有像我們金門高粱那麼強 所以沒有像柏卡那麼強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是在調幾尾酒 美國人是喝玉米的威士忌 所以那一般來講我們通常也知道就是加勒比海 有那個甘蔗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應該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種你也知道 呃 基本上就是公關啦 公關那你知道 其實如果我們今天在這個 立陶宛如果是進口柏卡 也還可以理解啦 就柏卡你也知道 也就很冷很冷的地方嘛 那個有時候我就想一想說 因為我們酒精不夠的話 那來提煉酒精也還可以 那蘭姆不能 你知道那個是百分比太低了 那所以有一點點是 有一點就很奇怪啦 你知道買日本貨到歐洲 從英國進口日本貨 你知道這就覺得很奇怪的啦 好 所以我可以理解那樣的 但是我是覺得說那是一次消費嗎 還是什麼 應該要想好就是說 做朋友應該要細水長流啦 好 然後呢 我們外交上要突破是長治久安 那種擦邊球啊 滑壘那種的 其實就是超短線 我是覺得不好啦 我可以講說 像這種愛國酒 我覺得台酒大概不會賠錢啦 因為它那個定價那麼高嘛 那即使是就是我們付錢的啦 像尤其坤他們等等 大概明年會還記得嗎 因為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先前是應該是澳洲的紅酒嘛 是不是這樣 每一次都有這樣配合嘛 到底是我們主動 還是美國牽線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必須要提醒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立陶宛 他們是雙手掌制啦 那外交是總統的 那他們的是這個總理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是獨立的 就是無黨無派的啦 但是這個東西政權轉移的時候怎麼辦 那我印象中好像20多年前 李總統的時候就是馬其頓嘛 那馬其頓那個時候應該也是聯合內閣 那到底是我們跟人家在競選的時候答應了什麼 多少億美金的投資 後來就沒有到位啊 我印象中我那個台中益中的一個校友 學長他們就是做紅酒進口的 哇當時進口一批啊 然後就中華民國國企跟馬其頓的國企就貼在那邊啦 沒多久就斷交了 那批酒都賣不出去了啦 所以我不曉得這種的 而且還捲入他們國內的政爭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 第二個是我要擔心就是說 捲入他們政爭的時候 你哪錢了人不懂啊 床頭精進你也知道無情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捲入政爭的話 給他們的老百姓或者是政治人物印象不好的時候 我可以講是偷機不著18名啊 這是我那種感覺 沒有必要炒短線啦 好好要做長期的 不管是我們的老百姓的交流 或者是互派學生等等給講學生 我覺得那個比較思考遠一點點 就是說他們政權轉移的時候 其實不會影響外交啦 對 OK 好 請提大家一下 聽說現在主評是沒有辦法轉過來 因為它上面連結有點錯誤 所以提醒大家 你可以搜尋大新聞大曝瓜 一樣可以進入到我們的子評來捧場 老師我要再加碼問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尼加拉瓜 好 事實上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 在2020年的9月那時候 其實是中南美洲獨立199周年紀念日 當時有瓜地馬拉 有這個現在在新德在的宏都拉斯 還有尼加拉瓜 在原山舉辦一個聯合酒會 蔡英文有趣 當時有出現這個叫做 尼加拉瓜萊姆酒甘蔗之花 尼加拉瓜的時候 趁機要跟台灣來推銷的萊姆酒的動作 很明確是2020的9月 結果果然2021年 我們就跟他買了一大堆 結果還不是斷交了 我先講說尼加拉瓜其實是最扯的 最扯 其實美國也是最扯啦 我先講一下就是因為 因為我從19世紀到現在 美國一直把這個中南美洲獨立 當作他的後院啦 OK 就是我的內湖就是這樣子 那甚至於尼加拉瓜他們當時是 陸戰隊出動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中南美洲國家 揣在擋啦 只有我們台灣好高興喔 陸戰隊要來守的還是怎麼樣 也就是他會干預他們的內政啦 OK 那我說他們長期在 特別尼加拉瓜來講 那長期會找一些所謂的好人 出來當總統 那基本上他們貧富懸殊太嚴重了 OK 所以呢 那我們知道說商定政權 基本上當然他是左派的政黨嘛 把蘇穆薩推翻的時候呢 其實當時是雷根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美國念書 美國國會不准總統 就是去出錢去幫助叛軍 你知道你不能幫助叛軍 去推翻我們的邦交國吧 這是這樣子嘛 結果雷根就找我們新加坡 跟南韓出錢 去伊朗買武器 那也是很扯 美國跟伊朗關係不好 這黑頭美式的軍備不能用 拿我們的權去伊朗買軍備 然後提供他們 提供給他們叛軍 後來他們商定政權就取得政權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他們是對我們懷恨在心啊 那當然在喬摩洛夫人 右派的又上來以後 就跟我們又好起來了 其實他就是說能拿多少就 騙多少算多少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 中美洲往往就是美國的一個工具啦 他們以前成為香蕉共和國啊 這沒什麼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他們美國有事情 我們去買單啦 那你像那個 那個洪杜拉斯 那個總統就講說 他們那個 那個時候被推翻的時候 是台灣收留他們的 那無仿啦 那是無仿 但是變成人家早就懷恨在心了 更何況他們上次在選舉的時候 那當然中間裡面有一些爭議嘛 OK 那美國當然講一些話 那我們外交部長 莫名其妙談三道四 你知道他們恨死啦 你一個台灣你憑什麼跟我談算道事 我們通常不會去講人家的內政 外交是可以談的 所以我是講說這是很扯 所以早就知道 尼加拉瓜那個早就要斷交的事情啦 只不過說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是覺得說 你看吳昌謝他認為他好像就是 全世界只有他適合當外交部長嘛 大概就這樣子嘛 其實他就在玩這些東西啊 我基本上 他基本上是聽美國人講什麼 就是這樣啦 他大概英文很溜吧 我不曉得他我學長啦 一天到晚跟美國 因為我們在玩 他算是大我一屆啦 每天就在那邊跟美國人混 我也不曉得他 好啦 你看每天就穿屁屁 你知道嗎 怎麼走來走去 怎麼去手插著 這樣 我也不曉得他在混什麼嘛 而且通常我們跟美國人 除了老師以外 其實我們跟美國人 沒有什麼好交流的 坦白說啦 所以我不曉得他在做什麼啦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